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 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 戒烟不容易 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 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 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 简单一喷 药品急速释放 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 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 除了尼古清神队友 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 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 尼古清戒烟喷雾 用科学方法戒烟 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 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 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 加安加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区民生动路三段2号10楼 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 尼古清戒烟喷雾 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第6季第3集的 SSE训练漫谈 我是廖教练 麦克风调整一下 这个喂 这个位置音效比较好一点 那这一集的题目叫做超慢跑与训练的CP值 这个题目其实我打算讲一段时间了 但是其实没有推出 原因就是一直以来 我觉得我准备的还不够充分 能够呈现的作品还不够好 就好像上个礼拜的 水水链里面讨论到 我觉得我的每一个演讲 每一集podcast或每一堂教练课都是一个表演 那这个表演的作品在我心目中 应该要有一定程度的品质 但是其实就是用这些碎念 心情杂技 电档的节目多了之后 有时候觉得说 这个大家喜欢听的训练漫谈 这些比较扎实 比较知识底的节目 还是各位刚开始追踪我的最大原因 有时候看到email里面提醒说 大家的donate又进来了 有很多朋友们 在这边跟大家说声谢谢 你们的那种订阅制的捐款 每个月每个月 其实都还是有金额进来 在支持我的节目 包含是在节目就是修刊的这个期间 非常的感谢 所以当我看到有这些朋友在支持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不行 还是要就是适时的on schedule 把这些内容一集一集的推出来 不要再拖延症发作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 这个蛮特殊的议题 那什么叫超慢跑 就是大家如果在网络上面 曾经被这一类的讯息所 叫什么推播过的话 有看过类似的这个内容 就会发觉说它是一个强度 运动强度非常非常低 然后主张就是不容易累 但是又非常容易 有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心肺耐力训练 那推崇者呢 主要的在国内的是一位徐动英教官 在以前他是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政战大学的体育教官吧 退伍之后出来 以他的这一套手法在国内去推行 那超慢跑其实也不是徐教官发明的了 他是引用日本的一位医生 那那个医生的名字我倒忘了 总之方法就是以大概节奏180的频率 用一个瑜伽垫 在原地进行类似小碎步的这种慢跑动作 然后让心跳率能够提升 那主要推广的对象大概是老年人 中老年人这样子 然后徐教官在上一些电视节目啦 或者是YouTube频道 或者是Podcast的访问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这个 或者是主持人问到 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最近时下很夯的 所谓的Rome 2 Training 是类似的概念 那徐教官就提出说这是肯定的 没有错 跟Rome 2是一样 好 要从什么角度切入来谈这个话题呢 首先 我们就单刀直入来讲 廖教官觉得超慢跑有没有用 有没有存在的意义 是不是一个假议题 我觉得针对特定的族群对象 在这边我们指的是 中老年人 做事生活的族群 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习惯 而且很常 以做事生活形态已经很长很长 十几二十年都是这样子了 如果针对这一类型的族群的话 我相信超慢跑确实是有他所宣称的功效和好处 我所说的好处是跟其他的运动的形态比起来 比方说重量训练啊 比方说去做登山健行 慢跑路跑相比起来的话 所谓的超慢跑的训练 尤其是入门这种形态在瑜伽垫上原地跑的 确实有可能是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我相信他所说的不会疲劳是真的啦 就是因为他毕竟就是没有强度嘛 那唯一对于这些做事生活族群的中老年人 他再来的生理刺激是什么呢 就是在于说他的心跳率可以提高到高于 平常的那个叫什么基础代谢率 或者是安静心跳的程度 那我如果一年365天 52个礼拜 每个礼拜有7天 每一天24小时 绝大多数时候 我的心跳都是属于安静心跳 我的身体的能量消耗都只有基础代谢率所需要的 那么一点点的话呢 借由超慢跑在30分钟20分钟以内 把心跳率提升到高过这个安静心跳程度 他就是真的是一个额外的整理事迹 那只要超过原本的习惯 只要高过于你身体平常承受的范畴 他对这些人来讲还是某一种程度的超负荷 超过原本可以承受或是原本习惯的这个范畴 那他的好处还可能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对于身体承受负荷能力非常非常差的 然后一样就是话题又回到中老年人和长期 长年累月的做事生活族群 这些人来讲跟上个礼拜所谈到的这个议题类似 他的capacity他的容量身体容量是很差的 他没有办法装太多额外的东西进来 所以我今天如果去以廖教练我自己的客户的经验来讲 我之前有教一位80几岁的老先生 那他是年轻的时候 他还是潜水作业员 潜水作业的军官 所以照理来说他以前的能力应该不错 但是当我教到这位老爷爷的时候 我教他一些很简单的动作 他大概掌握得到勉强做得起来 动作品质平衡感 重心的掌握 然后比方说深蹲的深度 肩推的时候肩膀的角度 能够达到我一个感觉到满意的水准 或者说在一堂课里面可以得到合理的改善 这些都跟我过往的教学的经验 教一般人没有在运动的人的经验是非常符合的 但是隔了一个礼拜再度见到他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说上个礼拜做了这些东西 今天还在酸痛 所以就是老年人他的新陈代谢慢 他的恢复慢 他的一些荷尔蒙机制 比较不像年轻的时候这么旺盛 所以承受他我们讲承受的意思就是说 不只是当下他做不做得到 他能不能不要在这些体能负荷下去之后 就崩掉就无法持续 就会必须强迫种子运动 除了这个以外 承受的另外一个含义还包含说 我这些负荷今天进来了 明天可以恢复几层 后天能够恢复几层 眼光放远一点 在三天五天或一个礼拜的时间来看 这一个 这一个一小时的训练负荷 对他来讲是好还是不好的 对他整体的生活品质是提升还是下降 所以正常的重量训练 主力训练 或者是一些比较负荷强度高的心肺训练 快走啦 早上坡啦 小跑步跑跑步机这些东西 对于比较虚弱的族群来讲 可能真的就超过了他的capacity 可以承受 可以装得进来 他这个身体这个容器 可以装得进的东西的量 就超出他的水准了 所以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所谓的超慢跑 他所要求的 他所讲究的是最大心跳达到 他的运动强度区间 是在于最大心跳的50%至60%而已 相当低 那这么低的话 我们如果先不担心说 这么低的强度到底有没有用啦 因为刚才我们 刚才我有讨论到说 对于常年累月做事生活的族群 他可能真的还是有一点效果 但是 自不计他可以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他绝对不会过高 那绝对不会过高的话 就是完全没有可能去超出 刚刚所讨论到的capacity的界限 不会是 他不会是一个无法承受的东西 所以只要你站得起来 你脚能够抬 你手能够摆 你有办法去做完这二三十分钟的原地踏步 然后跟上180这个节拍 你做得出来的话 基本上 这个强度对你来讲就是 舒服的 就是可以接受的 那他就是不会过高的 之前啦 在讨论竞技运动员的体能训练 或者讨论耐力形态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一个叫做 Polarized Training Method 即兴运动的这个原则 或者概念 那即兴运动的 最有名的提倡者 Steven Seiler教授 他曾经说到一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在讲低强度要 多的这个概念 与其是在说打底 或者是说耐心的希望 他能够产生一个效应 不如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当做什么呢 当做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 但是我做 我累积的这些事情不会 好像我在身体的一个警戒的范围以下 在我的这个生理条件 会产生很多比较高压力的 高的负荷反应的这个条件 或这个水准 这个门槛底下 在这个水准底下做很多的事情 在这个门槛底下 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不会经扰身体的一些 比较激烈的过度反应 概念很像什么 就很像你打得比较到钱 我不要探头出来 让我们在一次世界大战的 那种豪钩战的那种程度 有没有 我可以把钱望镜伸出来 伸出的豪钩 去看对方的那个 那一些动作 我可以在豪钩面底下 我去做很多不同的准备 比如说我去做弹药的调度了 我去做其他战好的 这个挖的动作 我去做一些真兵 我去做一些 但是我不要把我的脑袋探出去 让对方狙击手 或者是机关枪可以扫 这个概念 我不要把 我不要让我的强度一根针 或者是一波往上冲的过高 高过我的比方说身体的无氧玉子 超过无氧玉子的话 就进入到所谓的高强度区间了 对不对 我们以前曾经有讨论过东西 那身体在高 接受高强度区间的负荷之后 会产生许多反应 这些反应的主要是属于 算是压力反应 它可能是可以促进 人类身体向上适应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但前提是你要吸收得了 恢复的过来 那你如果恢复不过来 你只是勉强跟在那里 让我的课表都吃得下去 都吃得下去 但是没有办法恢复的话 没有办法好好的产生一个 那个叫什么超补偿 高过我身 让我身体的从恢复反弹到高于 我开始训练之前的那种体能水准 如果这个你做不到 你只是勉强维持着现状的话 那做过多的高强度训练 或者是让你的强度的波 这个波形往上探头 探到高过了你的无氧玉子强度 这就不具太大的意义 所以从这个概念来讲 我们回来看所谓的超慢跑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 更加于保守的 更保守就更适合这种 中高龄做事生活族群的这个需求 因为他们的 对于这些人来讲 他们的安全范畴 或者他们的门槛 他们的界限 会引发他们有一些不良的压力反应 也不要说不良 就是比较激烈的压力的生理反应 那条界限 那个门槛可能是比 健康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讲 还要更低 所以当我们一般讲说 优秀耐力运动员的有氧玉子 大概是75%的最大心跳率 那一般的有运动习惯的人 我们可以抓保守一点 大概70% 包括我很多运动员的客户群 我也是用70%最大心跳去抓 换成老年人 换成那个 长年累月做事生活的族群 他的最大心跳 第一个你不方便去量测 因为测最大心跳 都是用很高很高的强度 然后至少要维持一两分钟以上 对于这些人风险太大了 所以我们只能用220去扣掉年龄去抓 那以往的节目里面 曾经讲到一个概念说 220减年龄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准确的 对于个人来讲 都是不太准确的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同 所以当220减年龄 我去预估这些老年人的最大心跳 本身就已经不准确的话 我再把它乘以一个百分比 再乘这个百分比的过程 你本身就应该要抓一些安全余裕 所以就是再加上这些人 他的身体的capacity 刚刚所讲到的 承受吸收负荷 吃得下这一些身体刺激的 这个能力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的 我希望让他运动的强度区间 再往下修 就变成是50%到60% 也就是说超慢跑这一派 学派 这一派理论 他所提倡的这个区间 所以简单的来讲 超慢跑有没有用 我觉得可能是有用的 可能对于部分族群 是有意义的 那如果他们再加上了一个 这些族群的心态趋于保守 他本身就是很不想动 他就说我就养生就好了 我干嘛去做这些劳累的事情 那是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都已经活到这么大一把岁数了 那个命已经 就是应该享福的时候 干嘛做这些操劳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有办法用某一套话术 用某一个系统 说服他们去用某个形式动起来 我觉得这还是有他的好处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 或者说我们聊另外一个 在健身产业很多人喜欢说的 训练要把握时间的效益 你要做短时间之内 可以有很多效果的事情 或者说所谓CP值最好的训练 最划算的训练 我们就是要强度就是要下去 如果是以心肺体能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要做高强度间歇 因为他短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刺激到身体的所有的极致 我在排除我的无氧负荷 所产生的这些废物的时候 身体的有氧恢复的急转 也必须要被强力的动员 所以一口气就把有氧和无氧 所有的全部练到 我们全部都来做HRIT 高强度间歇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就好了 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做 都太浪费时间 这个相信大家也都听过 也是有一些人把它奉为鬼捏 就是他只要看到 有任何人在做持续性的 五分钟以上连续强度不变动 他就说你是垃圾 你没有意义 你做这个干什么 你慢慢的跑 你会让你变得更慢 这个话题其实蛮有趣的 之后我会请以前上过节目 很多次的佳华教练 我会专门请他再来 受我的访问一次 我们去专门聊这个话题 练慢到底会不会让你变慢 这件事情 但是回到所谓的训练的CP值 你就是一定要肌力优先 你就是要把肌肉养出来 你要先把力量提高 你在这些前提达不到之前 你都没有资格 没有条件 不需要去谈说你的耐力要如何往上成长 或者是在看心肺体能耐力体能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把HRAT当作是唯一的工具 就好像你的工具箱里面你只有一把铁锤 那你工具里面只有铁锤的话 你会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看成钉子 你看见有螺丝钉 你也想要把他直接用敲的打进去 你就不会用 你就不会用罗代吧 你就不会用电钻 你就不会用那个什么 起子机 应该说起子机 然后你看见 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举例太多 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好 那大家听到这边 其实应该尤其是过往听过相关类似节目 集数的朋友们 应该就知道我的立场在哪里 基本上我会认为 所有的工具应该都是好工具 前提是你要在正确的条件之下 在正确的应用对象身上去适当的使用它 不要太多 不要太少 刚刚好就行 那么我们讲到说所谓的CP值最高的训练 我实在没办法 我实在没有办法忍住这个冲动 就是先讲CP Cost除以Performance 所以CP值越高的话 应该是代表越不划算才对 你的Performance越 你Performance越小 你的分母越小 然后你的Cost 你的成本越高 C除以P除下才是越大 所以我们怎么会讲CP值最高呢 应该讲CP值低才是好的事情 小个大 但 约定成熟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名称 我们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讲话的时候 去跟人家反过来讲 这个跟普罗大众理解的 可以接受的是不一样 所以每次讲到这个词 觉得说有点掉回 我多么希望我不知道这个事实 曾经某次有个人这样跟我讲过 那我现在就成为 换我成为邪恶的那一方 我把这件事情 我把这个念头种子 播种在你们的脑海里头 以后你们每次听到CP值就想 那教练讲不对 不管了 就是 当我们要讲一个训练有不有效的时候 你做一些事情 你就可以达到很多很多的效果出来 这是我们希望时间效率最高的 花最少的体能 花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事 但你忘记了一件事情 在我们只看我一个小时可以练多少的时候 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理解 我如果今天开一个课表叫做400公尺间歇 我叫你从5趟的400公尺 然后每一趟呢 要求也不高 90秒就好了 90秒内跑的完就可以了 然后90秒之后 休息 每趟给你休5分钟 那90秒就是1分半嘛 1分半乘以5 7分半钟 好 7分半钟再加上4个5分钟休息 20分钟 7分半加20 算30好了啦 主训练时间算30分钟 那你热身做充足一点 做个15分钟以上 包含5分钟的轻量的缓和跑 然后一些动态伸展 一些弹针丝 一些跳跃 一些加速 汤不浪当 做完十几分钟之后 休息三分钟 再开始你组课表 好 你的热身抓15分钟 组课表收到30分钟 这样45分钟结束了 剩下花15分钟给你收抄好不好 一个小时之内 你就练5趟的400公尺间歇 各位想一想 觉得这个课表好不好 舒不舒服 愚不愉快 这是我最近开给一位 在高雄开泰拳拳馆的老板 练的体能课表 然后他给我的反馈是说 教练400公尺 很短 奇怪 又又不多 可是为什么跑完会这么喘 喘到我最后一趟在咳嗽 对啊 因为他的强度很高啊 尤其是针对就是45岁以上的大叔来说 你看他是拳馆老板 他是练泰拳的 他一天到晚没事就是叫员工拿把给他踢 他体能多好啊 可是他做这种400公尺的课表 他会觉得说负荷感这么的重 那 我说时间很短 一个小时之内绝对可以抗救的训练 他做完之后背后会需要多少的时间可以恢复 你的脑袋会恐腔多久 你整个身体会像海绵一样软烂几个小时 那你在这几个小时之内 你如果是有需要做工作 你是要用脑力的 或者是你需要用脑力 像我们是教练我们需要去实际上课去示范 你接下来一整天可能有三四个小时 快要半个工作天的生产力都会受影响 你恢复时间需要这么的久 你下一餐什么时候可以练 这也是一个问号 如果你在练完这个课表之后 你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营养补充 或者是你忽略的 你以为说就是五趟的400而已 不长跑完我又不像长时间 LSD训练一样我肚子饿 那我就练完之后我就没有吃东西 时间来不及 那接下来在四五小时之内 你都空腹 那这么高的强度 对于身体的蛋白质的降解的作用 那个压力有多大 那个破坏性有多强 这都全部都是其中的成本要考虑在一面的 你之所以会说这个训练 哇好划算 马上就做到很多事情 我马上就累到爆 我这觉得超有效的 那是因为你忽略了一些隐性的成本 你没有看见它 如果我们从宏观一点的角度 也不要拉眼光也不要拉多远 我们就看一个礼拜就好了 一个礼拜你可以筛几次这种课表 我可以打赌体能再怎么好的人 你要做四百公尺间歇 一个礼拜练三天以上 你就开始靠背了 真的是很不行 那如果你的训练只有这种的话呢 一个礼拜如果给你练两次的四百公尺间歇 请问你的肌力训练会多有品质 请问你的睡眠会多有品质 强度太高扰动对身体的这个平衡 产生太大扰动的这种训练模式呢 其实很多时候会影响睡眠品质 会让你浅眠 会让你燃移入睡 那这些全部都是要放进去考量的 所以再一次强调 当我们说我们一个训练好划算 好有效很聪明 不占时间不消耗体力 不消耗你很多的精神 那是因为我们本身你的前提 你的预设立场就已经比较喜欢 这个训练方式 所以你就帮他找很多理由 告诉自己说这为什么好 那这些为什么好的理由可能是成立的 但是你却忽略了其他很多 可能这个课表对你来讲不太好的条件 你就把他选择是 真一只闭一只眼假装没看到 所以回到了这个 要做超级低强度的训练 还是要做超级高强度的训练 这个话题的本身的讨论呢 我就是回到一个 还是回到一个原则 就是说 没有最好的工具 只有最适合你所使用的工具 所以在训练的组合上面来讲 两者的平衡并重 或者是你 你聪明的去选择说 这个客群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那你就给他最适当的 或者说你聪明的分析 我自己最需要的其实是什么 那这个跟我 自己心里面所想要的 有没有不一样 那如果有不一样的话 我应该如何去抉择 这才是聪明训练的一个 合理该有的态度 节目听到这边 让我们先插播一则小广告吧 在3月23号早上9点到下午5点 在国立台北师范大学的公馆校区 会有一场心肺耐力与能量系统的讲习 是由小弟我本人所开的 这个讲习是由中华民国教练学会所主办 然后他会是教练学会旗下的 秉急和以及激励与体能证照的进修在教育 有8学分的这个学分承认 所以如果你是在业界工作的教练 那你希望对于心肺耐力的训练 或者是你希望更加了解耐力形态运动员 他所需要的这种 第一个他的身体的水准 和第二个他所需要的负荷类型 以及第三个可以协助他持续进步的 力量训练形态 应该长什么样子的话 非常欢迎也非常推荐你们各位 来参加我的这场讲习 原本教练学会有问我说 是要这讲习是要开一天还是两天 后来我就是跟他们讲说 两天可能太枯燥太生硬了 原本大家对这个东西就已经没兴趣 你开到两天大家更不会来 所以我们才把它浓缩成一天 8个小时所以才会只有8学分的认证 但是这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也相信在国内很少人能够把它讲得好了 所以欢迎报名参加 以上消息宣答 让我们继续进行节目内容 那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超慢跑 这个训练的概念或哲学对于不是中老年人 对于一般身体机能正常有良好规律运动习惯 或者说也不见得要有规律运动习惯 就是你可能年轻你身体的机能还OK 你稍微有一点脱离 或刚开始要脱离做事生活 这些人会不会有效呢 我想讲的故事就是前一阵子 农历年前我跟小邦说我们去越南有一趟旅游 那在其中有一天的 在第一晚第一晚住宿的时候 饭店里面有健身房 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正在准备3月17号的3月中的万金石 我之前一直以为3月23 结果是3月17下15少一个礼拜 我在准备一场全马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度假的时候 也是要抓紧一些机会 有办法跑的话 有办法练的话 就稍微维持一下训练 那那次我在健身房里面 晚上11、2点 我做完我的重训 上了跑步机小跑的时候呢 有进来给怎么样 看起来应该不像是 跟我们这种外国来的游客不一样 他应该是越南本地的 然后既然住到比较高党的饭店 应该也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游温 然后年纪看起来16、7岁而已 应该还没有念大学 然后身材有点肉肉的 他在我跑的跑步机旁边呢 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训练内容 他跑步骑时速开好像是6还是7 然后他做了一件 我觉得有点开了眼界 稍微甚至是几乎有 可以说匪夷所思的那种训练课表 就是他会先快走 快走大概走了两分钟之后呢 他会同一个速度 坡度和速度都没有改变 他会开始小跑跑起来 那跑一跑跑一跑跑一跑 大概跑一分钟之后呢 他要回到快走的模式 继续走两分钟 我的观察 我会觉得他的快走和慢跑的比例 大概差不多时间上来讲 是2比1还是1比1 那而且他非常的认真 他持续这个模式 他超过了25、30分钟以上 我就在想 因为我都跑到我已经跑完了 他还在继续 我就想说 哇这么有毅力这么认真 而且很明显看起来 在做一件非常有纪律 非常有计划性的事情 那这个妹妹可能是 我猜测他消费能力那么高 他们可以在高档饭店里面住宿 那搞不好 他也有请私人健身教练 在帮他开减重的课表 那看这个跑跑走走的课表 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各位 如果听我讲一些耐力运动的急速 应该有听过吧 当我说低中高三个运动强度的时候 我经常讲 接下来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很多人是没有低强度区间的 这件事情 他只要从坐着开始站起来 跑起来 他就开始中强度区间了 他的血乳酸浓度 永远不可能低于2米流以下 他一站起来跑 就是开始2.1 2.2 对不对 那像这样子的人 到底要怎么去提高 他的有氧预值 怎么样让他随着运动强度的提升 他血液中的乳酸值 还可以维持在稳定的1.2 1.3 1.8 水平一段时间才开始往上爬 这个能力到底要怎么练出来 其实以往一直都是 我会比较烦恼的这个方面 那看到这个小妹妹的训练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 有点意思 所以前几天在为了准备 今天这个节目内容的时候 我也在健身房里面 我把我的跑步机时速调到6 就是走路走起来觉得很别扭 可是跑 你一跑起来就觉得太慢 很奇怪的这种速度 我稍微试了大概将近10分钟吧 结果还非常的神奇 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课表对我来讲是 相当相当轻松血液 非常舒服的一个强度 要怎么比方 就是他给我提供了一个 好像用跑步 跑走的方式 去享受一个长距离 骑车散步的那种感受 因为我的背景是骑脚踏车 所以我骑脚踏车 我可以骑得很慢很舒服 但我的心跳都是120 130 完全没有压力的感觉 这样子可以三四个小时 连续不间断 这种感受是一直以来 我用跑步的方式 所没办法找到的 在这个跑走跑走的 这个训练内容中 我找到了 但是 如果是单纯以我们就是说 一些生理参数反映出来的 那个情况来看 就另外 有一个另外程度的 算也蛮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当我跑起来的时候 心跳会比较高 而且高的蛮明显 回到走路的时候 心跳掉超快 马上就掉到 大概 100出头而已 我用时速6 我小跑起来 我心跳可以将近130 很奇怪 我一直停下来走 同样一个速度 照理来讲 速度相同 我有调2%的坡度 我没办法忍受平的 这样子 那同样的速度 同样的爬坡 坡度 照理说你做的工就一样 你人体对外界所输出的物理的工 能量 就是每个小时输出多少能量 都会应该要是一样的 可是为什么 以生理参数 以心跳看起来的反应 就是 就是不同了 甚至我在走和跑的时候 我也觉得 说跑不会比较费力 走也不会比跑轻松 就感觉都是一样 就舒舒服服的 但为什么 跑的时候心跳会高 走的时候心跳会低 这个高高低低 平均起来 刚刚好就是低于 我的有氧心跳预指 我目前 我这个年纪 有氧心跳 大概差不多 刚好130 不会高于135 这个是经过 祖川检测去验证过的 那 可以讨论到很多机制 其中当然一个包含 就是说心脏的压缩 其实跟你所做的运动 肌肉收缩的频率有关系 走路的时候不平低 跑步时候不平高 但当你肌肉收缩的 模式是瞬间 快速收缩 然后瞬间又放松 而且频率是 这样子比较快的话 其实这些 肌肉收缩对静脉 所产生的这个pump效应 muscle pump的效应 会反馈血 一回到心脏里面 那这个跟心脏的跳动机制 有一些关系 就是当我回冲进来的血量 越大的时候呢 我心脏下一跳 压出去的力量 相对的也会越大 这个叫做 所谓的pelo 对于心脏压缩机能 所产生的这个效果 所以 当我用比较轻快的模式 去进行运动的时候 我的心跳当然会拉高一点 当我回到比较和缓的 肌肉收缩模式的时候 比方说走路 那肌肉收缩每一下 是比较慢开始 然后放松的时候 也是比较轻柔的 而且 它的频率是 蹦 蹦 蹦 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的muscle pumping 对于心脏的pre-load 的效果 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所以心跳就有办法 比较压低 那用这个高一下低一下 高一下低一下的模式呢 我们就有办法把心跳率 平均来讲 控制在相对低的 那个 区间 但是你又有 一点点的这个速度在 什么叫做一点点速度 至少高过你 平常散步所习惯 走的这个速度嘛 那大家应该有听过 就是说 而长辈都讲说 吃完晚餐就出去散步啊 我一走到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我怎么没有在运动 这运动效果很好啊 很多人的驳斥就是在于说 你走路是没有强度的 那你想想看呢 走路是没有强度的 这句话 当我把它换成是 你快走 走到一个 你有点别扭 觉得说 这个太快 我很想跑一下 这个速度 是不是他就是 比 这一些长辈们 他平常习惯的运动模式 又再高了一个阶层了 高出你原本的习惯的范围嘛 对不对 所以跟 很老很老 完全做事生活 十几二十年都没有运动 那些长者来 他们坐瑜伽垫上面 原地踏步的这个潮漫跑 跟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跑一下走一下 跑一下走一下 这种模式 对于没有运动习惯 但身体机能正常 还未开始推化成年来讲的话 他好像也是一个类似的 这个类似的概念 类似的 类似的哲学思考方式 但是当然 当我做完这个实验之后 我又觉得很无聊了 因为 这对我来讲不够 我要跑42.195公里 然后我希望我四个小时之内可以跑完 四小时完成一场全马 其实以一个健身教员来讲 有点丢脸 应该算是最低标了吧 如果说跑起来的话 均速10几 11 12 就算没有办法达到四小时以内 我四小时 零五分 十分 十几分 也是应该的吧 我的目标这么大 我怎么可以用 我的跑步比赛 我要连续时速10 然后跑四个小时以上 我怎么可以做那种 时速6的训练 我不行 所以我做完那个小实验之后 我就回去跑我的速度间歇了 一样嘛 健身房里面 我没办法忍受跑步机 一个小时以上的长时间 就这样子拉 我曾经试过 我看了Netflix的剧 结果最多我就只能跑12 总距离有12点 那是好像12点多的样子 再多我就一定要出去外面 在路上跑了 那健身房里面这么短的时间 我又某一个客厅时间 一定要回家 我有其他事情要干 那我剩下的就赶快 又时速调成12 然后坡度2 跑间歇 所以又回到了一个 我相信 短时间之内要做到够多的事情 就一定要用强度的方式 来去做运动 我相信我跑到时速12 就是比我用10.5或11的时速 持续把剩下的20分钟30分钟 坚完 我相信12好像比较有效 然后因为我是用间歇的形式 我每跑2分钟的12之后 我就可以休息一下下 我就可以用慢跑的方式休息一下 我回到刚才在测试 所谓超慢跑训练哲学 那个时速6 我用12和6 12跑然后6走这个方式 我去做我的间歇 间歇课表 我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多做了一些什么 因为12听起来比11高 可是各位 你想想看 哪一个 哪一个练法比较贴近我的 运动终极的目标 我是不是应该其实要用时速11跑 然后中间完全都没有休息 这才对 所以 但是这个方法练下去 就 心态上心情上你就很累 身体的主观的疲劳感 一直回馈给人家说 怎么还没结束 怎么这么酸 怎么这么无聊 怎么那么久 慢慢的背肌也疲劳起来了 然后小腿也越来越紧了 然后 喘气的刚开始又还好 到后面呼吸忽然越来越深 你就要每大概十几秒就 一下这样子去把肺里面的气完全吐光 才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点 所以那真的是 你不能说 他很辛苦 但就很讨厌 那很烦 你就不想做 那回到了 刚刚所说的 绝大多数健身爱好族群 你们是不是跟我在 一样的心态 一样的看法 用一样的眼光去 分析自己的训练内容呢 因为我喜欢做间歇 因为我喜欢跑起来 有强度有速度 好像比较威 好像自己真的做了一些 比较了不起的什么事情 这种感觉 然后你的主观 你不理性的想法 就占据了 就绑架了你的大脑 让你没有办法做一些比较客观的评断了 冷静的分析出 哪一个对我来讲 它真正重要 才是我现在需要做的 当我3月17号完精神马拉松 跑完或没跑完 DNF气赛的时候 我回来看过去的这一两个月的训练 你会不会后悔说 我真的应该多跑几趟持续跑 我不要去做那些间歇 有没有可能 这个留给各位思考 但当然了 体能要进步 你做间接的课表 和做持续性的课表 对于不同先天 天分的人来讲 可能效率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之前 我没有 我之前听过一些学者 一些教练 有提出这样子的讲法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令我满意的 就是 那个叫什么 review type 或者说 论述性的 综合回顾形态的研究 去可以证实 这个说法 但我倾向于相信 他有一点道理在 就是说你先天是 你先天天分 越是充斥好的 耐力差的 你就会越适合怎样呢 高于无氧欲值 一点点的强度 去做间歇训练 用这种方式 去提升你的耐力 这种方式对于你的 耐力提升的效果 会高出你用 长时间较低强度 中低强度 持续跑的方式 来提供你身体的刺激 那相对的 先天耐力就比较好的 这些族群呢 耐力甜分就比较好 这些族群呢 他就需要更多的 长时间 非常长的时间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起跳 然后用相对低 大概属于低到 中强度的区间 去做长的堆积 去做总做工 以脚车车来说 或者是总 那个叫做什么 总时速 总理程数 以跑步来讲 的这个累积 对这些先天 耐力底就比较好的人 才有办法进一步的 提供他 向上成长的超负荷的 这个刺激来源 那其实这个观点 前一阵子 大概是 刚刚我讲的 我实验那个 跑步机上 跑步走走 这个课表的隔天 隔天还是后两天吧 我也重新用脚踏车的方式 去实验了 因为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实在是 跑步跑到 有点无聊 有点无趣 而且身体的痠痛疲劳 让我觉得说 我好像不应该 立刻就开始 进行下一次 超越16公里 21公里的这种 持续跑的挑战 但是我又需要 维持我的心肺能力 回去用我最习惯的 功课好了 我用讲辆车 所以我就把我场地车 重新牵出来 然后我换了一个 相对比较 也不能算重 就是实地 你如果上场骑 应该算是重的磁笔 可是因为我是练滚筒 那滚筒训练台 没有任何阻力 所以我用了比赛词 我上去骑 其实应该也还好而已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做 比较高的 回转速的间歇训练 然后我是冲 也不能算冲 因为那不是我的权利 我就是骑踏板10圈 快速踩 然后剩下的10圈 我就是稍微维持一下 速度不要掉太多 但是是实际上没有在出力的 这种模式叫做 在冲刺型的自行车的训练里面 短距离自行车 它有一个专有的术语 叫做float 就是我维持着我的高速 但实际上我在稍微 偷偷留一点力 我在省我的力 所以我就是冲10下 然后float10下 再做第二个冲10下 然后再float10下 重复5次 那这5次结束之后呢 大概是40秒左右就可以结束 在这一趟的课表里头 最大的回转速 我大概达到了140几 也不算多 每分钟140rpm的程度 在自行车短距离的场地上 算是蛮常见的 但是如果我们以低足力 用滚筒训练台 你如果要从全力的话 180甚至200以上的回转速 当然很常见 所以145其实就算有高 但是不算最强 然后重复了40几秒之后呢 我开始会觉得说 小喘 然后腿有点酸 踩踏的顺畅度 平衡性 协调感 开始再下降了 屁股会在坐天上 跳来跳去 就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40几秒之后就结束了 用这种模式 我去做了大概三四组吧 结束之后 总时间40几分钟 结束之后 我的马表按停 嘎敏马表竟然告诉我说 我这一趟训练是 无氧耐力 无氧训练负荷 效果非常好 有氧训练负荷 效果比较低一点 我都觉得说奇怪 我的概念里面 无氧应该就是 要么就是很轻 吹到后面会吐 要不然的话 就会想吐 要不然的话就是 强度最高最高的极限 你如果在路上冲 功率就是峰值 要14001500以上 对我来讲才算够水准 然后如果冲滚筒的话 回转数一定就是在1900200 这个才叫做 在我的过往的经验里面 在我的概念里面 才叫做无氧 那为什么 我做一个不高不低的 这种对我来讲 就是好玩性质的 维持的 稍微刺激一下的 转变一下心情 这种课表 嘎敏竟然会说 我是无氧效果 我练完之后隔天 那天是晚上练的 睡觉隔天起来之后 我双脚稍微有点 种种的热热的感觉 很像做 很像那个什么 很像做高强度间歇 VO2max课表 完之后隔天会有的 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是 我觉得我应该是在维持 我的心肺和有氧能力 为什么马表会说 我在无氧 可能因为这些 这个马表装置 它背后的演算法 是属于大基数人口的 平均值下去计算的 它忽略了 像我刚刚所讲的 天分的这个东西 因为我的天分 先天来讲 就是比较 就是无氧比较在行 所以我可以用 相对高强度 但是不是全力的 这种无氧的负荷 去刺激我的 有氧恢复能力 那以这种模式 对于好过于 我用低于我的 无氧阴子的这些强度 要去堆积 来得有效 为什么 就是回到了 又是上个礼拜 节目所讲的那种议题 就是capacity来说 我的无氧的capacity很高 可是我用的capacity非常低 所以当我无氧容量很高 我可以用很多无氧的 在整个 从200瓦到1500瓦中间 这个所有的 这整段功率区间 都是我的无氧 所以当我 我刚刚在讲那个课表 40秒平均下来 我大概是350瓦到400瓦的平均 这个在整个无氧的区间里面算是最低的那一段 但它还是个无氧 对我来说的话 它就是相对轻松 用我的体能的强项 很容易就可以handle的过来这种体能负荷 那既然我的强项 我的capacity主要是在无氧的那个区间 我很容易handle这些相对低的无氧强度 那它对我来讲 我就可以吃很多 而不用担心 太过于压力太大 刺激太大 恢复不回来 那我们换回去说 我的有氧 我的有氧capacity非常低 我的有氧耐力预值 目前大概130左右而已 130瓦特 不是130 我刚刚讲130心跳和130瓦特不一样 130瓦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别人还在聊天讲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超过了 我就开始在喘了累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难出去 跟人家团齐训练的原因 因为大家来聊天 我就开始在后面挂着拖石狗 那如果我的有氧这么低 我还要想用有氧的方式 去长时间堆积 等于我的强度很低 我时间在拉长 我也做不够多的事情 知道吗 可是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多 相对来讲 这一件 这个任务对我的身体的压力又比较大 所以各位从我刚刚这一段的讲法里面 你们应该可以稍微体认到 为什么训练方法的取决 跟某一个人的训练程度 或者是先天身的条件 也会有一点关系 所以比较低的长时间训练 一口气出去就三四个小时的LSD 我并不是说这种训练对我来讲 不好或没有意义 或者是我不应该做 尤其是哪一天我忽然决定了 我要回去比公务赛 或者是比较圈赛的时候 这种长时间的有氧底的打底 比较堆积比这个 尤其是以跑的形态来说 因为我一辈子没跑过步 像之前所讲的 我上一场路跑 是将近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这十年中间 我都只有骑脚踏车做中训 攀岩 我的双腿 我的身体的一些积曲 根本就没办法忍受长时间直立的 这样的冲击 这样慢慢慢慢的消耗摧残 所以对我来讲 聪明的加入一些 无氧强度的间歇的课表 在整个训练期间 应该还是会有好的加成的效果 当然煮菜还是一样 要在路上跑 我之前做过两次的 在台中都会工具员周到的 绕圈圈的距离 从东大路走 那个叫都会原路吗 还是什么路 反正就是从松竹坡爬上去 松竹坡那条路不是都会原路 横的那个爬完松竹坡右转之后 经过都会公园门口 那条才是都会原路 然后一口去跑到那个什么九天 九天艺术团的那个九天玄理庙 然后再向右转下坡 一路都下坡 然后再从东大路绕一圈回来 这一圈是十公里 我第一次跑这个十公里的时候 钥匙不活 一路上很多负面的念头 然后那天又比较冷 而且风稍微大 第二次就是在白天 比较比较那个 我忘记是早上还是偏傍晚 那天就是比较稍微温暖一点 还是很凉 但是比较温暖 不会跑起来觉得不温冷 不会需要戴手套 然后也比较没有风 当然这两个因素 可能跟我跑起来的感觉有关 但是我还是觉得第二次 比第一次轻松太多了 所以这种长时间长距离 去抓到自己稳泰的一个 最适合的省力 又相对高速轻松的节奏 这种打底训练 还是路跑最主要的骨干 他还是一定要做 不可能 这一定是要我训练中的最大中 所以翻来覆去讲了很多 重点就是要告诉各位 这些对我来讲可以很好 脚踏车训练课表对我来讲 辅助我的跑步 没办法跑太久 很好 但是他不可以是我准备一场路跑的 唯一做的事情 或看成最重要的事情 懂吗 所以回去讲 很多健身房里面健身教练 在跟他们的客户讲说 你不要去做那种 长时间的 没有强度的训练 我们就要做一些CP值很高的训练 CP值最好的训练 就是做重训 就是要提升你身体的对抗 就是要用高强度 累积乳酸的方式 很喘很超的这个方式 来去短时间之内做到 很多的能量消耗 和取得最好的训练 结束之后的燃止效益 这些才是最健康的 最有效的 最适合你的 会讲这种话的话 就代表说 这些教练 你可能不太清楚 学员的需求 或者是吸收负荷能力 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 你的生理机制 其实没有搞得很透彻 你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做这些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的 好处讲到最大话 OK 那最后我们话题再回到 就是说 其实我不是很 我之前一直以来不是很喜欢 或有点不乐意去讲超慢跑 这个议题的时候 就是因为 就撇除我在讲这个 训练模式等于是 有点好像帮别人全船一样 我无常帮他做打广告 另外一个就是 当我去听一些超慢跑的推广者 在讲这个训练方式的时候 我常常会听到一些不对的东西 所谓不对的应该是我 我这样形成好了 我自己在教课的时候 有时候学生问我一些东西 当我听到这个学生问我这个东西 我想要回答说 没有其实是什么什么 那后面那个什么什么 我可能就会三四句以上 虽然多解释一些 对于事情正确的真正全貌 也许才是对的 就像我的podcast一定都要讲 超过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这么长一样 才是我认为说 事情完全的到底是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交代清楚 但在一个小时教练课当下 你多花了三四句话 对于一个先 原本他就不是学这个背景的 这个学生来讲的话 到底有没有帮助 可能没有帮助 你只是帮他把事情更复杂 更混乱 更搞不清楚而已 所以当比方说 我有一个学生问我说 教练我的那个硬举 在离地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屁股先动 我有可能就会回答说 对就是你屁股先动 你就是屁股先往上台 往后推 这个感觉 你先抓到就对了 我这样讲 跟实际上我是不是相信 硬举应该要这样做 是两码则 是哦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吗 就是如果这个学生 他今天第一堂上课 他第一次学 把重物从地面上拿起来 这个硬举动作的时候 这个基本动作的时候 他会问我说 屁股要不要先往上抬高 向后挪 从大方面来讲的话 硬举我本来就是希望 腿后肌群 臀部 负荷多一点 背和腰的 负荷多一点 大腿前侧 负荷少一点 对不对 所以尽管这可能不是 最佳的指导方式 但因为学生比较单纯 他刚接触 他的理解能力可能不够高 你跟他讲太多 没有用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对 就是你说的这样子 换回来 当我们说 我看到一些比较热门的 这种训练的方法 在网络上面推崇的时候 很多人会讲一些 听起来我觉得是错误的 讯息 或者是客观有很多证据 可以跟他讲 可以拿来反驳说 你这样讲就不好 就不对 可是 我会觉得就是说 有时候 你看到这些言论 或看到这些推广的手段 你可以去发现说 其实他的利益 有一些利益是良善的 结果可能也会是好的 如果这两个条件 可以有符合呢 那他在过程中 对于一些机制的解释 是不精确的 是不好的 是错误的 是错误理解 或者是 明明就是A 你讲成B 不管 反正只要结果可以是正向的 我就会觉得说都可以接受 就像是我自己在教课的时候 我会跟学生说 对就是你讲的这样 实际上我心里觉得不是这样 懂吗 这个就是所谓的 话术的应用 那可是 在什么时候 话术就会变得太过头呢 就像是 你 我举个例子好了 直销公司卖净水器给你 卖那个滤水器 那滤水器本身是不是真的有效的 是不是真的健康的 是不是真的 不含有害物质 而且可以达到净水这个功效呢 对 全部都对 那当我说我喝好水 让你的身体健康改善 这件事情是不是对 对 有可能 但是 当我说到 你身体健康改善 你长期身体机能都好 我就可以抗癌 对抗慢性病什么的 这些是不是正确的 你就讲太多了 你就不应该了 所以 净水器是OK的 讲到抗癌是不好的 这就是话术的 太过于过度解释 你把它延伸过度了 红酒 喝红酒 葡萄皮有花青素 所以它可以有抗氧化的效果 对不对 对 研究证实每天喝一杯到一杯半红酒的人 他的预期寿命比没有喝红酒习惯的人来得长 是不是正确的 对正确 这个是科学证据告诉你 等一下就已经在那边了 那好 过度延伸说喝红酒可以抗老化 预防心脏病 所以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方法来卖红酒 应不应该 不应该 这就是一样 就是一个话术的过多延伸 这个议题很好玩 它可能包含人就是说 有钱有闲 可以喝得起红酒的人 他可能本来就比较好命 他比那些喝不起红酒的人来讲 他搞不好有更多钱可以看医生 他生活品质搞不好原本就很好 他可以远离一些有害物质 他的 而不是因为红酒这个东西 本身对健康好 这个是这些科学研究背后的盲点 但科学研究的证据 它的结论确实是正确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证据说话 有喝红酒的人确实 他就过得比较健康 他就活得比较长寿 当你把这个东西过度解读 话术拿去销售你的 你酒商拿去卖红酒的话 这就不应该了 对于体能好的人来讲 你要长期稳定得到有效的进步 是不是每个礼拜训练就要 你的训练模式 某种训练模式就要超过两次以上 两次的频率 正确的 对于一个理想的周期的规划是 大概两至三个月 踩稳一个阶梯 这一个阶段的事情做完了之后 再往上爬 这是不是正确的 对这个有道理 这个我觉得可以讲 那因为每周两次 每个礼拜 每个月四周 四周就是八次 八次三十二 所以你一个新的会员进来 教练坐下来跟你谈课程的时候 就是从三十二堂 四十八堂 七十二堂课 开始谈 我不要讲太多 可是你们大家自己想这个 有没有道理 这个也是个话术的过度解释 所以 各位从刚才我讲的这三个例子来听起来 是不是就是可以发现到说 只要结果可能是好的 那尽管使用的方法不精准 它能够得到好的尽效益 就是好多于不好 这个我们就应该是 我觉得OK 但当你去过度解释 以至于你的好 你讲的好 大过于 远大过于 实际上这个方法 可以提升 可以提供的好 那就有点太超过了 绝大多数时候 基本上我看到这种事情 我心里面不高兴就算了 我也不会特别去讲它 但是因为前阵子 我看到一个影片 是一个医师去访问这位学教官 然后那个医师在节目中间 他讲说 他亲生事情的超慢跑 他做了四天 每天30分钟 第一天量体脂率19% 第二天18% 第三天17% 第四天16% 四天之内体脂率降了3% 我看到这个内容 我觉得非常的不爽 我就觉得说 你放他妈天下臭狗屁 怎么可能产生这种效果 你想要推崇一个好的 你觉得非常健康 非常有效的训练方式 我觉得OK 可是你不要撒谎 你真不要讲这种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三天之内体脂掉3% 四天之内体脂掉3% 不好意思 我讲错了 他套称他练了四天 你这种 你把我们这些练运动员 练肥胖族群 自己想要上台比健美比赛 这些教练的转业是都放在那里去 你当我们都傻子笨蛋 都白痴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其实任何的训练 任何的学派 任何的理论都一样 我真的会触犯到我底线 就是我没办法去接受一些 为了名声 为了点击率 或者是为了背后获利的可能性 去撒谎 去讲一些 你根本就不可能 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我们不要说不可能 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极低 用我们过往的一些科学证据 或者是在实物工作经验上 所知道的一些现况 常态 去判断 都会觉得说 你十之八九就是在唬烂 这个我就觉得 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但某方面回来讲 就是帮超慢跑训练 说一点好话好了 有很多人 在最近的几年 健身运动风气 在国内确实是也 大幅度的提升 我觉得这是好现象 但是还是依然有非常非常多人 打死他就不运动 这跟营养很像 之前讲过一个概念就是说 喜欢吃营养增补剂 想要吃营养增补剂 想要吃乳清蛋白 想要吃维他命 想要吃这个那个其他的 这些人 跟真正需要补充钙质 补充铁 补充维生素B 补充滋烈氨基酸的这些人 是不同的两个族群 所以 需要动起来的这些人 跟这些训练的一头热的人 他们对运动真正的需求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如何用某种方式 某种宣扬 某种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让你听到就很心动 很想要去相信的方式 去说服这些 天生就不想运动的人 就动起来呢 超慢跑可能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 我可能不喜欢 这个训练哲学 但只要他有可能有用 我就必须要去接受 甚至是必须要去帮忙 推崇一下 因为他会有效 对于这些 打死就不运动的人 说服他们动起来 你叫他去健身方面举重 你叫他去骑脚踏车 坐风扇车的间歇 或者是你叫他说 你要去承受负荷 承受压力 那就不行动 你用一个超慢跑 告诉他说 你都不会累 然后你就会有效果 这当然比我们 正常概念里面 所认知的运动或训练 会比较有机会达到 让他运动的成效 对不对 所以我不需要 喜欢这个方法 我只要知道这个方法有效 我就应该要去做它 You don't have to like it You just have to do it 这个其实你们想想 不是也跟运动员的训练很像吗 运动员的训练 很多东西都很艰苦 课表开下来 你看到就开始 第一个反应就是干狡 怎么今天又练这个 靠累爆了 教练就会告诉你说 你不用喜欢训练 你只是身为运动员的职责 你就是要去做这些训练而已 所以对于一些市面上千奇百怪 五花八满的这种训练模式 以前我刚刚开始当教员的时候 我刚刚学完研究所学会出来的时候 我也会看到就很生气 这个不好 那个没有sense 你讲这个就是 现在我也开始学会用 我不必去喜欢这些方式的这个眼光 去看这些训练讲法 我觉得它很像邪教 可是当这些信仰类型的东西 可以对某一些族群真的达到好的效果的时候 我可能就必须去推行这些训练方式 因为它会是有效的 我不喜欢 可是它会有效 所以我必须去推行它 这个就是我今天节目 对于超慢跑的一个基本的概述 那一样 喜欢这一类型的内容的朋友们 欢迎帮我按赞分享 然后在节目的小听平台 比如说Spotify 它可以做留言 Apple Podcast 但是你也可以在评价的时候稍微留几句话 跟我互动 协助这个节目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让还不知道的人去晓得 那以上就是本周全部内容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